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filing date 或者有的人叫表币 提交日期 而不是final action date 对于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类别 都是这样的 来决定是否能提交i485 那么排期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简单来说呢 没有变化 对于在美国等着提交i485的职业移民 那么呢 提交的时间 日期并没有变化 那么final action date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如果你的485已经提交了 在等待 说要批准 可以有一些进度 但是对于提交的呢 职业移民EB123类别 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绿卡申请人 filing date和上个月相比是一样的 EB1类别还是排在2017年的9月1号 EBR类别呢 是2016年的8月1号 EB3类别是2017年的3月1号filing date没有改变 这是职业移民 对于出生在中国的亲属移民呢 排期有一些前进 这里尤其呢 需要强调的是 对于亲属移民里面的F2A类别 美国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目前呢 仍然还是没有排期 相应的呢 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可以是取得美国绿卡较快的途径 根据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预计 在今年剩下的时间 以及到明年初啊 这一个类别可能还没有排期 所以如果你符合这方面的条件 要求抓紧时间 以上呢 是排期的进度的情况啊 我们的评论展望呢 我们看到中国职业移民排期呢 前进比较慢 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中国的EB1EB2EB3类别 申请人数量比较多 虽然呢 加起来比印度人要少一些 但是呢 可以说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多 另外呢 因为申请人可以升级降级 在EB1EB3类别中间转换 比如说呢 申请EB1的呢 也可以申请NIWEB2 然后呢 EBR如果是PRM类别呢 可以降级到EB3 EB3PRM类别符合一定要求的 也可以升级到EB2 因为存在这些升降级的渠道 所以呢 中国申请人EB1EB1EB3类别呢 排期估计呢 也不会相差太久 EB1EB1类别呢 有可能会比EB2呢 要短一些 但是呢 目前的观察是EB1A 包括EB1B 这样的I140现在也越来越难批准 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强烈建议申请人早申请NIW 以确立较早的优先日期 我们YouTube视频频道呢 此前有过专门的详细的解释 为什么你应当早申请NIW 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总体来说呢 这个视频就讲到的是 2019年11月的绿卡排期进度和展望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